今天我想谈谈八月份的情况,所有发生的事情正如我在七月份所预测的那样,现在已经发生了。 因为如果特朗普总统能够在事件发生之前看到我的预测,这些事情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罗纳德、里根曾使用过琼、奎格力,占星学确实有效,因为我能够准确地确定暗杀企图的发生时间,这就验证了占星学的真实效果。 现在,让我们开始讨论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确实具体预测了特朗普可能会遭到袭击,暗杀企图的日期是7月12日至15日之间。 正如我所预测的,他的星盘中火星和天王星在他的MC上结合,这代表了他的声誉、公众形象和职业。 他在外面演讲时发生了这件事,幸好他没事,但我认为他会赢得选举。 让我直说,他会赢得选举,我早就知道他会赢,所以我知道这次暗杀企图不会成功。 但现在有很多人意见不合,愤怒和仇恨非常极端,不幸的是,这种情况只会变得更糟。 通常这样的事件应该让人们团结起来,但由于火星的过境位置,情况只会变得更糟。 我讨厌这么说,我希望人们能够觉醒,看到媒体和大家相互摧毁的破坏性。 但一切都是有原因的,这一切发生的原因,正如我一直说的,是一种神圣的原因。 你们要知道,有一种神圣的力量引导和保护我们。 是的,关于这次暗杀企图,我要说,我很遗憾有人被杀害,两人重伤。 这非常悲伤,人们不得不经历这些,但请相信,保持与你内在指导的联系,你将会在光明中得到保护。 我们都会受到保护,一切发生都是有神圣原因的。 我一直说的,所有即将发生的事情都是在揭示真相,这些事情必须发生,因为腐败和黑暗的力量已经主导了许多组织和国家。 现在,一切都将暴露在光明中,相信并知道这将会发生。 我看到,在经历了大崩溃之后,会有一些伟大的事情出现,我们必须一起经历这个过程,这只是一个诞生过程。 我希望你知道,这只是一个诞生的过程。 那么,现在让我们谈谈八月份的情况,这也不容易。 记住,火星将在金牛座停留到八月二十六日。 这就是事情的关键点,这是某些严重事件可能发生的天空部分,这也是金牛座所在的位置,也就。 是火星所在的位置。 火星将与木星相合,这将扩展很多愤怒,因为木星会扩大事物,而火星代表愤怒。 我们正在处理的是火星在金牛座的位置。 它位于称为克里提卡的纳克沙特拉。 克里提卡是一个处理尖锐刀刃的纳克沙特拉,它经常涉及到暴力。 很多有这个纳克沙特拉在星盘中较强的人都有愤怒的问题,我见过很多这样的情况。 继续谈论本月的情况,我注意到满月期间将会有一个巨大的T形方格,这将在本月末发生。 满月,确切地说是在8月19日,这将形成一个强大的固定方格,我们稍后会详细讨论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有新月,这个新月也很困难。 为什么? 因为这次新月发生在巨蟹座,并且在一个叫做阿斯拉的纳克沙特拉。 阿斯拉是一个处理那些不光明正大的人,可能危险或狡诈的纳克沙特拉。 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战争的爆发。 现在,真正的情况是,从7月到年底,我曾说7月会开始这个过程,它确实是以巨大的声势开始的。 现在,我们在经历8月,8月中,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是,木星将与火星相合,并且它们将经过一个非常具体的渡数。 我在许多灾难事件的星盘中发现,这个渡数在黄道带上被激活了,这总是与慢速行星有关。 现在木星再次出现,但这次它与火星相合,火星常常是触发因素,代表愤怒和暴力。 我知道,你们可能厌倦了我谈论这些,但我必须告诉你们我所看到的,因为这将帮助我们以很多方式保护自己。 关于黄道带上的这个渡数,它大约在金牛座20度到23度之间。 我看到23度这个度数很多次,例如,在广岛攻击时,天王星位于金牛座23度,在11分之9事件中,土星位于金牛座20度,在天安门大屠杀时,木星位于金牛座23度,在珍珠港攻击时,木星再次位于金牛座23度。 所以是的,本月木星将达到金牛座23度。 我认为,这个关切的时间将集中在8月13日至19日那一周。 实际上,火星和木星将在8月14日相合,度数为金牛座22度。 虽然它们会移动到23度,但请记住,行星接近某个度数时会被激活。 我总是说,当它们达到确切的时间时,有3度的宽度。 所以,8月14日是火星和木星精确相合的日期,这可能会发生在14日之前或之后几天。 要注意,在这段时间内,全球可能会发生某种形式的攻击,这也可能发生在美国。 另一个我看到的可能性是地震。 我一直说,自从火星进入金牛座以来,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地震。 是的,木星在金牛座时曾发生地震,如1906年的九金山地震。 8月期间,随着这个度数的激活,土星还会与这个度数形成方格,使情况更加紧张。 因此,我看到在8月19日满月时,天空中将形成一个T形方格。 其中,木星和火星在杠杆点上,与土星、金星以及在狮子座的西月相对。 这些都是固定星座,这意味着出现了重大对峙和顽固。 人们不会改变,也不会合作,局面陷入僵局。 另外,我看到8月会有政治斗争发生。 正如我所说的,你可能认为这些事件会让人们团结起来,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这会带来更多问题。 正如我所说,7月和8月将有地震的情况,特别是西海岸,但日本也会有些情况。 最初我认为如果会有严重的事情,可能会是地震,但在进一步研究星盘后,我发现可能会有一种疾病从日本传播。 要注意这点,它可能从8月开始,因为现在过境的Ketu在处女座,实际上会待到2025年5月底。 处女座与健康、治愈和疾病有关。 所以,我们会看到是否会出现更多健康危机或疫情。 我认为人们这次不会轻易上当,但要注意这仍然是世界上的一个大威胁。 我只是想知道这是否是为了延迟投票或让投票变成邮寄投票的手段。 我们将看到这是否与我所看到的当前困境有关。 还有一个大问题是8月,水星将逆行,这无意会让事情变得更加糟糕。 水星逆行总是带来混乱和延迟,尤其是对飞机航班的影响。 然而,这次的延迟是由于天气原因。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正处于美国的飓风季节,每年飓风从非洲过来,袭击佛罗里达州、墨西哥湾、加勒比地区,这次也不会例外。 这将是一次严重的飓风,我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水星将从8月5日逆行到28日。 水星逆行的位置非常关键,因为水星逆行时会在相同的元素中逆行,但这次它在一个水象星座开始逆行,然后回到一个火象星座,这种情况不常见。 水象和火象之间的区域是甘丹塔,你听说过甘丹塔行星,它意味着逆水、失控,感觉自己无,法抓住任何东西,失去控制。 因此,特别涉及到逆水的这段时间,可能会带来洪水和极端天气。 因此,这将是飓风、气旋在全球范围内的严重时刻,所以要注意,不仅仅是美国会有严重的洪水和极端天气,这种情况将覆盖整个地球。 甘丹塔行星的区域是水象星座的最后几个度数和火象星座的最初几个度数,而水星本月正好逆行在这个区域。 因此,要提防严重的风暴和水的问题。 我认为,这还可能带来另一个威胁,那就是由于地震和风暴,地球对四处的愤怒做出反应,情况变得越来越严重,期待火灾,特别是在加利福尼亚州和全球范围内。 所有问题都在加剧。 回到特朗普,他将获得动力和权利,是的,因为木星在金牛座,他在他的地时工、工作和事业工,这意味着成功。 所以,虽然他会经历一段困难时期,如判决等,但他的力量会增加。 相信我,他们仍在试图除掉他,但无论发生什么,结果都会适得其反。 这个满月充满了惊喜,因为这涉及到固定星座,他正在为十月的日食做准备。 我认为,会有一个十月惊喜。 你知道,在这个月里,发生了很多事情,包括愤怒、地震、暗杀未遂等,情况非常复杂,我们可以期待什么? 对你个人而言,我认为能量在积累,这真的把我们带到了一个点,我们想要表达我们的自由,表达我们真正的自我,表达我们真实的感受,原则和真相。 因为以前,我们有些害怕表达这些,因为人们会把你妖魔化,给你贴上标签。 如果你有某种信仰,没人应该这样对待你。 我们有权拥有自己的自由意志和信仰。 我还想说,除了媒体试图洗脑我们的那些观点之外,相信自己,把你的能量和钱投入到自我发展中,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自我付权。 我觉得,现在是我们表达自己真相和观点的时候,因为这将赋予我们力量。 当你软弱时,没有意见时,人们会利用你。 现在是站出来表达你的真相的时候,确保无论人们如何反应,你都在赋予自己力量。 对自己诚实,不必担心别人怎么想。 我是说,如果我担心别人怎么看,我会做这些视频吗? 天知道,这些年,我已经被抨击过很多次。 这也是我想。 说的,纵观我的一生,我曾因做占星师而被嘲笑和讽刺,现在终于有人开始看到他的合理性了。 我知道,即使我的预测准确到日期和时间,人们还是会说我没说过,因为他们不想相信占星学,但它确实是神圣的科学,它绝对有效。 我每天都看到,它在我所有客户的星盘中起作用,它是一个很棒的工具,可以提供指导和帮助。 它确实是神圣的科学,顺便说一下,它也是一种科学。 所以,现在是你加强和巩固自己信念的时候,告诉别人你相信什么。 现在是时候了,因为世界的幻想正在崩溃,所有肮脏和幕后的腐败正在被揭露,尤其是在西月和满月时,你会看到它是如何显露出来的。 是的,那些在操控的力量需要面对自己的责任,这是因果报应的时候,土星在执行因果法则。 是时候让真相浮出水面了,因为这能治愈一切。 这些年来一直在积累,现在它的揭露正带来疗愈。 请在这个过程中与自己合作,负起责任,保持诚实,表达你的真相,并为你自己感到骄傲,因为你知道你在做正确的事情。 始终记住,不仅是你的态度,还有你内心真正的感受,这些都是你的意图。 你的意图至关重要,当你的意图纯洁而善良时,你将做出正确的选择,并且会得到正确的引导。 所以,意图是关键,来自于你心中的善良、光明和爱,你将会得到保护。 坚定信念,消除恐惧,对自己真实自信。 这是你成功的时刻。 我确实看到,世界在一段时间内会非常动荡,但另一方面,它将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我可以向你保证这一点,请继续关注我,因为2025年,我们将面临许多挑战,特别是在经济方面。 我一直在说,将会发生一场巨大的经济崩溃,特朗普将会上台,一切可能会崩溃,可能是因为他们想把一切都推到他身上。 我或许不该说得这么远,但崩溃之后,一切会恢复,这是他的美好所在,他必须经历一段动荡,才能带来疗愈。 这就是我们要走的道路,这将是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一切都发生有其原因,都是为了更好的理由。 我们必须一起经历这一刻,但请在这段时间里,为自己站起来,对自己真实,表达你的观点,最重要的是保持与你内在的神圣精神的联系。 当你向那个神圣的精神祈求并与之连接时,无论你叫他什么,你都会得到保护和安全。 这是对每个人的承诺。 总结,8月预测,Joni Patrick讨论了2024年8月的重要占星事件,强调由于特定星体排列,可能会出现危机和对抗。 特朗普的情况,他预测了特朗普可能会遭遇暗杀,并且这一事件发生在7月中旬。 尽管如此,他预见特朗普会继续成功并赢得即将到来的选举。 占星事件,8月的重要占星事件包括火星与木星在金牛座的显著巷尾,这可能会引发冲突、暴力和潜在的自然灾害,如地震。 8月19日的满月预计会带来强烈的挑战。 水星逆行,水星将在8月5日至28日逆行,可能导致混乱、延误以及严重的天气事件,包括飓风和洪水。 行动呼吁,Patrick鼓励人们在这些动荡时期坚定信念,表达真实的自我,并与内在指导连接。 他保证尽管混乱将发生,但最终会迎来积极的转变。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